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们上一讲初步体验了 芒果DB,MapReduce的强大和灵活之处 那我们这一讲就来讲一讲 MapReduce这两个function的一些要求和限制 以及它们的特性 最好的材料永远都是我们Database的官方网站 它提供了很多的内容 关于这个MapFunction 大家也知道了 其实它就是给你的数据变个形了 对不对 它这里也提到了 就是一个给你来做一个变形 给什么变形呢 给你的Document来做一个变形 对吧 那它怎么变形呢 它通过我们昨天讲解的那个 这个Emit这个方法 它把这个变成一个KeyValue的一个对 当然了 关于这个Emit 你可以在这个MapFunction里 Emit一次 也可以Emit零次 如果你这个你可以里边有些if statement 你可以判断一下 比如说if如果它这个年龄没提供 那我就不Emit任何数据 也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Emit多次 我们下讲的例子中就会有一个Emit多次的例子 好 那大家呢 我建议大家仔细阅读这一块 这个要充分理解 在这个MapFunction呢 我们前面用到用这个类子 大家应该还有一项 它就是当前这个Document 我们就用this.h this.dpa 你就可以访问当前这个Document里的一个数据 好 它这两条呢 我觉得 挺重要的 就是说呢 你这个MapFunction啊 应该你就只访问你这个this其实就好了 你也可以访问别的 但是你不能访问数据库 你不能说你自己里边的写个查询 比如说我根据this这个条件 我再到那个哪个表里 或者怎么样 我再去查一通 这个不行 这个 其实他也可以看到这个语气啊 他这个 shouldn't 我没试过 没准可以 那你可以 大家可以试试 但是这么多有什么坏处呢 你等于你破坏了他这个Python 就是说你还要尊重他那些限差 他必须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 你要是突破了他的话 那这个代码我觉得就就很难控制了 对吧 他会发生什么 就没有人知道了 是吧 另外呢 他不能有这个 叫这个side effect啊 就是说 他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MapFunction 他就是把你的Document变形成另外一种形式 你不能说再把其他什么东西只给改了 比如你把Document本身只给改了 或者怎么样 他不能有这种这种改变啊 另外呢 这个点我觉得挺重要 有的时候还真会这里还出错 就是Ebit不是你把一些数据给发送出去了吗 这个大小啊 他只能做你这个最大的BsonSize的一半 这个应该是16兆对不对 那一半是不是值8兆啊 对吧 那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你可能放这样错 说这里面的数据太大了 你可能有的时候卖不下 就是把整个这个Bson给发出去了 这要注意一下 这个会会比较大 但我们真做MapProducer 我建议咱们MapFunction 咱们发出去的数据啊 别太大啊 咱们满足这个要求 好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你可以Map一次啊 零次或者多次都可以 这个你可以弄 都可以 他这里就一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写一个IfStatement嘛 然后呢 就可以这个一次都不发射 但他这里是一个发射多次的一个情况 他把一个ForEach出去了 这个后面呢 我还会有提供详细的例子 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重点 这样的一部分 Reduce function 你遇到又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 这其实是我们MapReduce 一个方法的一个核心 前面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你这个方法 你要纯粹一点 你不能访问数据库 然后你也别去影响外边这个这个Value 你只是自己内部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 我上一课其实也略微提到 你这个Reduce的方法你Return这个Value 只能是一个单个的Value 你不能Return一个是一个Array 然后呢 当然你可以Return一个Object 就是一个Compon 一个组合出去 那么它也是一个SingleValue 它只是一个单个的Object 好 我觉得这一条啊 是我们MapReduce的关键 就对于同一个Key 比如说我对我们年龄19岁的同学 他可能Evoke多次 就是Reduce这个方式可能会Evoke多次 因为经过这个Map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这个19岁的GPA 19岁是Key 后面是几个数组对吧 比如它有这个3 4 5 7 它这个Value可能是有非常非常多 对吧 那这我们正常理解就是 这就只Duce一次 对吧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 我们这个可能是在一个就是 这个数据量巨大 我们可能想B型处理 或者干脆这个东西就是存在 很多不同的这个 就是Sarding的Server中 那可能是说 这个3和4还有5 它俩在一个Server中 然后这个7和3在一个Server中 这个8和9在一个Server中 对吧 那它就会 这可能就会有就是三次 针对不同的这个集合 可能这里先就丢死一次 比如咱们做过的Dotour 咱们就算这个总和吧 那 它呢 就会把这个3 4 5一加 是个12 这个一加是个10 这个一加是7 那现在呢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会进一步再Reduce 再把它们三个再做一下 这个过程的好处 就比如它们三个做一下 就算出一个39 那最后我们就算出了 这个19岁的这个 它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这么多刚才说了 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分布实了 你可以并行了 对不对 我就有一个巨大的集合 那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些处理的方式 那都是说从头到尾的扫一遍 我们上面做统计 加法减法啊 除啊 乘啊 那麦克里六三 您可以任意的 对吧 不受任何限制的 把它划分 划分成五块 十块 或者是两千块 那每一块做Reduce 对不对 然后再做Reduce 再做Reduce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对于我们这个 算总盒这个来说 这个是我们MeproReduce 一个工作方式 这也造成了它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MeproReduce 这个job可以分发 给不同的Server来做 也造成了你可以 对一个数据界进行并发来处理 这两个非常优秀的特性 这个使用scope这个例子 我待会儿会讲 它也是一样 它这个结果也受到 这个也是这个half 就是八兆这个限制 好 那为了达到 刚才我说的那个特性 你可以把它分开 然后合起来 那它要需要返回 它需要保证一些 这个 就是 或者说 如果MeproReduce 这个方法 显成一个函数的话 这个函数 要符合一些特性 这就是我们数学上的一些特性 什么分配率 结合率之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 首先呢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是要一直调用 对不对 那你这个结果 你这个Reduce 这个Return 这个Type 你返回那个数据的结果 其实包括它的 不光是类型 其实它包括它的意义 你要跟你这个Map 返回的结果一样 这个待会儿有实力 会给大家结合来看 另外 另外 要符合这个 这应该叫结合率吧 反映上中文 然后呢 它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可以结合 其实你就是等于 C和AB 它等于 CAB 也等于 CAB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合性 另外呢 它得符合这个 这个应该叫 叫密等性吧 就是什么 你定义一个方法 Fx 和等于一个 什么什么数 它最后呢 你 Fx 我再做一次 它应该也等于 就等于这个Fx 你不管你做多少次 但你可以写上 比如A A的N字方 它等于A的N字方 加1 你做多少次 它都是 这个结果 好 这个我刚才 这个也写过了 它其实这个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应该叫交换率吧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顺序 其实是无关的 这个意思就是 你这个数据 你可能几千万条 放在那里 跟你处理的顺序 是无关的 我怎么处理它 都行 我怎么分割它 都行 我做几次都可以 好 那讲到这里呢 其实大家就应该发现 我们昨天 做的那个算平均数的 那个MFxD 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 对不对 如果说它只能丢一次一次的话 还好 如果能丢一次多次的话 那这个结果 岂不是不正确了吗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组同学 它平均的几点是 3.7 3.7 3.7 3.8 万一说 它就像这三个 它分成一组 那变成3.7 它的平均 然后再和3.8 再做一次的丢子 那变成3.75了 但是对于这四个数 平均数 肯定不是3.75 对不对 不错 这3.5 应该 肯定不是3.5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平均数 这个结果 就失真了 那怎么算这个平均数呢 对吧 那我想刚才 给大家明白 怎么可以做这个总和的 我们结合一个总和的做法 来做平均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新写的代码 我这个map function 略做改变 key还是这个key value呢 就变成了这个GPA 变成一个object 整个这个是个value 这是value 可以看 它是一个object 它里边两个字段 一个是GPA 我保证 当前document的GPA 给它 还有一个是count 因为现在你找到一个人 对吧 这一个document只是一个人 那放个1 好 这是我的map function 那reduce function 因为我现在知道reduce 它是可以执行好多次的 对不对 我先给它个初始值 这是我的初始值 初始value GPA和count都是0 然后我把它传给我的values 它可能是数据的全部 也可能是数据的一部分 我把这个做一个统计 我就把这个count 都加到一起 我写了一个循环 对value的每个元素 把它的count和GPA都加到一起 然后都加到这个里边 这是我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re探就出去了 对刚才那个例子 不是有3个3.7吗 那我就把3个3.7加到一起 这应该是11.1 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GPA是11.1 count是3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object 然后这个object 再去跟那个3.8和1 他们两个 做一个 再做一次reduce 那最后它就应该等于 14.9除以4 对吧 四个count 但是这问题来了 你这个reduce value里 是14.9和4 它不是个平均数 你只有总和和总人数 那平均数你在哪里算 你这里写没法写对不对 那我要引入 我mapreduce的 另外一个function finalize 我们最终 就等于我都reduce完了 所有的数的结果都已经变成一个结果了 那再调一下finalize 我在这里再加一个值 就是avg value.avg等于value.gpa 这就是那个我刚才算那个是4.9 这个count是4 然后retang value 就算出来了一个总的平均数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其实结果没有变了 但大家可以看到结果像多了一点 这个value变成一个object了 它的gpa3.97 它的count是1 它的average是3.97 大家应该看 其他都一样 应该是21岁的 你看 它的gpa就是7.2了 这个总和两个人平均是3.6 我们通过 我们对这个reduce的一个多次调用 我们来统计它的总的gpa和总人数 然后在最后再finalize一下 把它这个平均值给算出来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能算出一个精确平均值的一个做法 那这一讲就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深入 我们的myproduce 好 谢谢大家